7月我国的涉容数据 本来应该是本周三出来 结果推到了本周五盘后才出 通常这都意味着数据不好 给大家周末的时间慢慢消化一下 结果数据的确是不好 可不是稍微不及预期 而是可以用爆雷来形容 前值4.22万亿 预期1.1万亿 结果只有一半 5280亿 2009年11月以来的新低 人民币贷款也是同样的情况 离预期差了超过一半了 其实大家看 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 也就是M2的 增速还是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 不低的 国家的货币政策还是款送的 但是涉容和新增贷款 就像是少打了一个零 说明钱进不了实体 企业和家庭对未来的信心不够 非常的谨慎 而且对降息或者注入流动性的反应 是迟钝的 这个数据爆雷肯定是爆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们要因此特别的悲观 我倒不觉得 第一 这次数据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 突然间就断崖式的下跌了 我也没看到官方解释的原因 我猜有可能是前半年银行把贷款都放了 他们有指标的 7月的时候就先提论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解释对不对 总之这次数据太意外 我们还得持续观察一下才能定调 第二 我们有理由相信 7月的涉容应该是一个底 甚至可能是数据先洗澡一下 先8、9月份的数据可能会很不错 原因就是最近国家密集在出台 一大堆刺激的政策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接下去政府这边也要在9月底之前 把地方的专项债的发行给全部完成 这还不得一大堆的新增信贷的出来 对吧 最后大家看到这次数据 存款这边是在减少的 尤其是住户和非金融企业的存款 在大幅的减少 这其实是投资者以及政府想看到的 意味着大家更愿意花钱了 可能接下去会淡起来消费和投资 当然了 我会员群有朋友也在问我 那为什么政府这边财政性的存款 确实在增加呢 我判断大头是反腐 比方说最近如火如荼的 医疗行业反腐的结果 总之这还算是这次爆雷的 受容数据中的一个亮点 吧